大家好 我是金鈴 我現在人身處在韓國的丹陽 剛剛我們就開始了11月第一個旅程 我11月第一個旅程就是 韓國觀光公社搞的五日四夜 秋葉考察團 現在我就剛剛check in了丹陽的一間酒店 我們接下來幾天每一晚都換一間酒店 我每次收拾東西都很急忙收拾 這次我又帶流了一樣東西 就是相機的麥克風 因為我最近經常用這部相機拍照 我就拔了一支麥克風 就忘了帶麥克風過來 所以這次的Vlog 收音可能會沒那麼清楚 請大家見諒 這次既然難得離開首爾 我都會拍下Vlog給大家看 因為這次我們也是要每一晚都換酒店 就是每一天都要收拾行李 所以我就打算做一個challenge 就是測試一下 究竟我收拾東西要用多少時間 還有這次我最大的挑戰就是 我帶了最小的行李過來 所以那些東西是要剛剛好 側到實一實的 還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分享 剛才拿到房卡去找我的房間 怎麼知道一路走一路走 應該覺得我怎麼這麼遠的房間 越走越遠越走越遠 我心想不會是美房吧 我是931 然後最後的房間 看到是寫著930 我的房間是美房 然後我就拔足狂奔 去找導遊就說 等等 可不可以和我轉一間房間 因為我不想轉美房 然後公公公社職員 好好地和我轉了房間 所以我現在這間就不是美房 我知道是自己心理作用而已 其實我去那麼多次tour 我真的沒有很害怕自己一個人睡 他的房間其實是超大 是沒有冷氣的 現在是在開暖氣 所以我其實是很熱的 你看已經流汗了 我是很久都沒試過害怕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今晚有些 非常非常大的 它有雪櫃 有廚房 有電飯煲 是一個住宅式的酒店 可以說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究竟這東西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它的廁所都OK大的 有浴缸的 我可能帶電腦下去做事 因為這裡真的很熱和很熱 Hi 我又回來了 剛剛我下去問Pat借了這個腳架 去到他的房間我才發現 他外面是有個露台的 開了那個露台 是會好像開了冷氣一樣的 Pat他依然都在住美房 但是他不怕 然後剛才問Pat才知道 原來那個房間 原來很多滑雪場都會有這些房間 是被人冬天的時候開了地暖 在裡面打地鋪睡覺的 現在這間房間就沒用了 我關上去 完 早晨 我剛剛髮型裝飾完頭了 現在的時間是8點03分 我們的call time是8點3 去到樓下吃早餐的 其實現在我的東西都不太混亂 我只是拿了這麼少東西出來 我們現在立刻計時 開始 搞定 Yay 哇 咦 喂喂喂 他變了一個stopwatch了 大概是4分鐘的 啊啊啊啊 找到了找到了 是4分鐘之內 收拾好行李的 Yay 厲害 給點掌聲 因為其實我把所有東西 每次用完都會塞在原位 所以其實我就不用很多時間 就已經收拾好了 那我現在就下去吃早餐了 Go 第一天竟然下雨 好 我們早上有一晚民宿一起睡 有點像去日本那一晚 我們早上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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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們的Generation Gap就是這樣出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00後沒人吃過 你是那一晚 你發現了 什麼叫加蜜狗 其實這次的團 本來我們是要看紅葉的 但是因為今天下雨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行程改了一點 第一個行程就是過來這個洞穴那裡參觀 對 什麼加蜜狗 不知道 我們進入了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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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吃了一點點早餐 但這個洞穴它不是平路來的 它是很多上上下路 應該走上100米左右 然後我看到還有沒有走完的樓梯 我問那個人我們還有多少才走完 他說我們走了一半都沒有 我現在是非常之眼昏和混沌 還有 還有 我現在終於來到一個1米6都要低頭的位 就在這裡 我現在見不到東西 HELLO 終於吃東西了 吃東西是最幸福的 其實我們昨晚吃的東西跟今天很相似 昨晚的餐也是 蒜 名字叫做蒜把拉 蒜把拉 飯是黃色的 他說這個蒜是烤出來的 是好吃的 他還分了很多不同的煮法 有些是烤 做成餅 辣醬 但是很好吃 吃醬 我的團友都變成顏色了 單揚的skywalk 他說建這一條街 和建上面的skywalk 一共用了171億韓幣 現在走了超長的一條路 我们刚才很远处走到这里 可惜现在不断下雨 如果平时有阳光的话可能更漂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